此間美國總會10月12號 也就是明天星期六 要舉辦微笑幸福人文饗宴 特別安排父母恩仇南報金的音樂首語句 提醒大家行校要及時 而這一次的活動 也要幫慈祭幸福教育園區募款 大家用心彩排 希望有最完美的呈現 台上的角色如同鏡子般 照應台下的真實人生 在父母恩仇南報金音樂劇裡 參與演出的志工無不反省自己 家人不會跟你要求什麼 那只要就是說只要你都陪陪他 所以以前都會想說 父親姐要送爸爸什麼 母親要送爸爸什麼 可是禮物其實沒有那麼的重要 而是說確定說人在他身邊比較重要 我還有一個婆婆主義 沒有爸爸媽媽 所以就把那些 就多笑作 為笑幸福人文饗宴 十月十二號將在慈祭美國總會登場 原本對自己身體狀況不太有信心的 無水河 彩排這一天投入之後 竟有意想不到的輕鬆與感動 我們看到了這次父母恩仲南報金的一些師兄 師姐他用心的還有很實力的演出 還有彩排 所以讓我下定決心把補位的工作變成定位 未來胡桃市將成立一座慈祭幸福教育園區 慈祭之工希望藉著人文饗宴 讓社區民眾也能把握行效行善機會 同心協力來打造 大愛新聞真善美之工黃光宇 高明哲 陳盛群 美國報導